药物释放的过程真的很有美感 很多大佬都做过类似的创意 我们也尝试拍了一些药物释放的过程 你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很漂亮 但是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药丸会被设计成这种样子 为什么它们释放的过程大不相同 这到底是为什么的 于是经过了大量的寻找之后 我们来到了四川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 这边有一位大佬 能够解答我们心中的疑惑 所以今天我们将和你一起发现 药丸里面的秘密 这是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的邓里老师 和他的课题组 他们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药剂学 跟药理不一样 他们专注于研究药的各种不同的剂型 比如片剂 胶囊剂 溶液剂等等 那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呢 因为不同的材料还有形态 都会影响到药物的崩解 也就是药在吸收前物理溶解的整个过程 那举个例子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见到布洛芬这个药 很多女生都需要它因为痛情 但布洛芬这个药当你在网上一搜 你会发现 同样是布洛芬各种厂家产品 可以说是千奇百怪 有布洛芬软胶囊 有布洛芬缓式胶囊 有布洛芬颗粒等等 那为什么同一种药 它们形态差距会这么大呢 它根据不同的需要做出不同的机型 能控制药物释放的速度 我们作为学校老师是不能给人家做任何的推进 当然这种它的不是说推荐哪种形态 它实际上应该是根据你的疾病的需要 你比如说你现在痛得很厉害 我需要尽快阵痛快速蹊跷 那我可能需要这种软胶囊体系的 那可能我有的时候我这个头疼 我可能需要长时间的止痛 那我可能就用布洛芬的缓式胶囊 它还是根据它的具体的疾病的需要 不像我们选其他东西选汽车外观好看选相机功能 那确实如同邓老师所说 同一种要为了不同的应用场景 释放过程真的千差万别 通过我们拍的这些画面 你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这个现象 比如颗粒型的布洛芬 它会比常规药丸的溶解速度快很多 五分钟左右就全部在你眼前消失了 而布洛芬缓式胶囊崩解的过程会酷很多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明胶壳很快就溶解了 但是里面的白色微丸 它再一点点掉出来 溶得很慢很慢 这就是它能够持续12个小时之痛 那更神奇的是布洛芬软胶囊 它长得很像云油 胶皮包裹着溶液 一开始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当皮有一点溶解之后 你会看到它里面的液体 就都会溶解的 药物的这些不同剂情 我们也都看到了 都是会影响崩解时间的 有的很快几秒钟就崩解了 有的比较慢 需要12小时到48小时 那这时候谐音梗题又来了 我们可以来到B站药丸体 你可以猜猜看下面哪一种药物 它的崩解速度是最慢的 其实释放比较久的药 并不是我们前面看到的那几种 而是这个选项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药 叫做控饰片 这个片剂叫做小本低频控饰片 这是治疗高血压 因为高血压它通常需要 这个药物的稳定的释放 否则你不能药物一进去了 血压降下来了 一会药物没了 那血压又升上来了 所以说它这个就是要达到一个 稳定的长期的这样释放药物 从而来把你的疾病控制的更好 它整个药片分为了两层 下面有一个红色层 上面是一个黄色层 那打孔的地方如果你注意观察 都在黄色层这边 因为黄色层它是含有药物的一层 这个红色层是不含有药物的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有的药会以这样的形式来释放 先是外面的粉色层散掉 红色层慢慢膨胀 把含有药物的黄色层 再一点点挤出去 最后红色层也会再吐出来 这整个过程真的像是火山喷发一样 邓老师也提到 过去控饰片只有国外能够生产 价格也往往居高不下 但在中国医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之下 这种神奇但有效的凤解形式 终于也可以过产了 当然也就很快 比如这个药头 这个叫塔达拉肥片 它的适应证是 治疗勃起功能障碍 我们送你一口 我们还有没有 我们好像没了 你可能不需要 谢谢哥 我可以把它转送给我别的好朋友 没事 邓老师 你相信我 这也一定得相信我 在交流中我们对药也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 那就拿最常见的口服药来说 通常会在身体的口腔 胃还有肠道这么几个部位来释放 首先是当你吃进去的时候 先遇到的是口腔 舌下黏膜可以让药物快速起效 举个例子 比如说心肌梗塞 用的硝酸甘油片 就是舌下痕 你药一吃嘴巴一闭 就能快速起效果 用来救命 而有的药会进到胃 胃壁细胞很厚 药物很难透过来被吸收 但是很多药吸收前的绷解释放 会在胃的这个地方发生 那比如说 盐酸阿夫 比如说盐 比如说盐酸阿夫 做禽款式片 为什么药都有这种名字 你吃进去以后 它马上就能够细水膨胀 从胃的这个口子就出不去了 这种药真的很神奇 就会慢慢变大 然后在胃里待着 再慢慢地来绷解 这种就叫做胃滞流的药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药 一定要在饭前或者饭后吃 不然有可能还没变大 直接就给出去了 那另外还有一些药物 需要缓慢地释放 那比如说一些长容片 长容缓式胶囊 这些在肠道才会开始释放 通常绷解的时间 也会比较长一些 那人体最主要的药物 吸收部位也就是肠道 那既然这次来都来了对吧 那肯定不能放过 问邓老师一些怪问题的机会 那我的想法应该和你是一样 有没有一些奇怪的部位 也会让药产生 产生效果呢 有没有那种 你觉得也会让你 吓吓吓吓吓的这种药 那我明白 阴道使用的泡腾片 它需要产生的气泡 让药和你的阴道联默 产生有效的接触 从而让这个药物 更好地去治疗阴道联默的一些疾病 泡腾片不会很难受吗 我也没试过 我也不知道 确实 我想的应该是这样子 有的是从肛门里面 塞进去的 那这个通常不是骗子 这个我们叫做酸剂 它做成那种鱼雷的形状 像一个鱼雷一样 通过嘴吃的下血药物 它通常会在体内 它会经过吸收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叫做手过效应 就是说你的药物 在进入了血液里面 可能有一部分已经被肝脏代谢掉了 而通过直肠给药 或者一些阴道联默给药 在你插入位置合适的情况下 它的被肝脏代谢的量 它就会大幅度地降低 然后你是打算 就是在你退休之前拍完市面上所有的药 那得有多少药 那大概可能得几千种 我们想争取在我退休之前 把这个所有的过程全部做完 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做成 但是这是我们一个方向 努力去做 也比如说我不是药神 甲黄酸一码TD 确实就这么贵是吧 确实很贵 现在已经降下来了 降下来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国家有很多的药产 去制造 仿制了它的药品 而且已经仿制成功了 所以这几年我们国家很多药品的价格下降的幅度 大概是80% 90% 你比如说以前一个月要100块钱 那现在一个月可能只需要10块钱 那至少能让很多人能用到 对可以让很多老百姓用上 所以说这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其实我们做的不是特别高精尖的这种最前沿的药物的研发 而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像让一些 在市场上经过了任何这种好的药品 然后有更多的厂家去把它放置出来 那就让这个价格下降到普通老百姓 是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程度 说真的 我对邓老师和他们的课题组非常敬佩 有的药崩解得非常慢 可能要花上24小时 甚至48个小时 往往邓老师他们还需要反复控制变量 来进行不断的测试 要拍完市面上所有的药 这只是一句话 但邓老师他的整一个职业生涯 或许都会铺在这一句话上 在回到杭州之后 我们也花了接近两周的时间 在邓老师团队的帮助下 不断去调整拍摄内容 去感受和记录不同药物的变化 那么这些画面 就是我们这段时间的成果 在《可爱的敌者》出品者是解决的 自当的的敌者、王宅 在《可爱的城市》出品中 在《可爱的城市》出品中 在意识下给你们看 很多藏民旺的课题 都会进行为 論述城市之后 在《可爱的城市》出品中 从《可爱的城市》出品中 在《可爱的城市》出品中 就会晕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看完这些画面 你感觉怎么样 药物的崩解是不是很神奇 如果喜欢的话 也欢迎给我们一键三连 来鼓励支持一下 那展示的这些画面 其实我们更多是 从视觉效果来出发 那不过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也注意到了很多现象 很有意思 比如说这个帕利派桶缓试片 它的释放时间会长达24小时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外面白色的包衣会先散掉 露出里面的结构 那里面呢 是有三层的片芯 白色 黄色 还有红色 那白色和黄色是含药的 红色会把这些 从两个试药孔里 不断地推出来 这个真的太精妙了 我没想到过药丸 还能这样操作 非常的神奇 那像钢钛酸 这种常见大家熟悉的药物 可能就没有这么酷炫 不容易化 我们也都知道原因 热水泡一泡就会弄的小容器 都是绿油油的 那像万艾可西地大菲 这个药我们也很熟悉 确实崩解得非常快 马上就裂开散开了 那为了买这个蓝色小药丸 我们还牺牲了我们的摄影师 因为这是一个处方药 只有医生开了诊断证明 需要服用这种药才可以 才可以买它 其实我们在成都的时候 还有一个重要的体验环节 就是邓老师带着我们 去看了药物的制造 我们这次体验的 也是相对传统的一种制药方法 就是鸦片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单重鸦片剂 就只有一个寸头 来了 这是什么优质的药 这个没有药 这只有辅量 乳糖 乳糖 乳糖微精纤维素 通常有的人对乳糖不耐受 所以是腹穴腺药 我们就先试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颗粒 或者粉末把它给装进去 然后就开始转动这个 然后就转动就可以了 稍微转快一点 因为它最后压力的时候 那一块它会有点 压出来了 可以 我人生中做出的第一颗药 我给大家治疗什么病 对焦对不上综合症 曝光过曝综合症 大家可以服用我的药 我现在让它一分钟压个30片 开始 我在想这些做药的老板 他们是不是应该非常喜欢每天到工厂去 就听这个声音 就像钱落地的声音一样 投币的声音 对 影片三连的声音 这叫投币的声音 各位听一听 我希望各位的投币点赞三连 也像这个设备一样 一直不停的下去 现在制药方法有很多 有的甚至会用到3D打印 冻干素食等等技术 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药 你比如说利利塔丁的 这个其实我吃的比较多 因为我有鼻炎 它主要用于过敏 你看它是用了一个叫冻干素食技术 有的时候我可能在外面 我没有水 所以这颗运破也就可以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优势 你比如说精神疾病的患者 他是不吃药的 你刚刚吃 他吃了以后 他把水喝下去 他说我吃了 你走了 吐掉 因此这个他不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你敢扔进去让他闭嘴 你再让他脏嘴 脏嘴他一定化掉 正好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 他实际上吃起来 感觉跟这个相差不多 你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是一个口香糖 它正薄薄一片 然后呢 然后扔到嘴里 舔一下 没了是吧 没了 入口即化 这个叫 Sprite 它是用3D打印机 它的孔性率很高 水分一旦进去以后 它可以迅速的 大概在2秒钟 3秒钟左右 就全部刷一下 就全部散开了 那这些几秒 甚至不到1秒就崩解的 其实很适合我们用高速摄影机 来进行拍摄 也许能拍到一点 邓老师也没观测过的现象 我们回来以后 尝试拍了几种快速崩解的药片 那像口崩片 它浴水极化 那我们就反着来 把水滴到它的上面 在1000帧的帧率之下 你可以看到它的边缘 马上就吸水了 像这个泡腾片 里面还有柠檬酸 还有碳酸氢纳 一遇到水 就会快速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这些气泡就会充满整个容器 那像之前提到的阴道泡腾片 确实会一下子产生很多气泡 后期变一下素 就真的很酷 实话说 这次的拍摄 有没有之前细胞分裂 或者闪电这么艰苦 但也正是因为有邓老师他们的经验 我们才烧糖了很多的坑 在药学院里 我感触最深的一点 就是这些科研工作者的严谨 找到真相的过程是漫长而且曲折的 绝对不会像电影里或者视频里头这样跌宕起伏 只能埋头日复一日地继续你的研究 一颗小小的药丸 称载着无数人几年甚至十年的情血 而正是他们奉献出的努力 最终击败了无数不可见的病毒 给了更多人深的希望 如果各位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也欢迎关注邓老师这边的频道 他们会放出更多药物崩解 还有释放的过程都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也希望能和更多高校的老师来合作 去拜访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 用视觉化的方式和你一起来发现 这些跟生活息息相关的细节 如果各位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也欢迎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下期再来点不一样 一点点不一样药 好吧 这不带玩 我们可以做一个B站药丸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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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寄到那边 然后我们号就没了 我们送给 送给这个什么 瑞总 跟你说这是送给您的药丸 行不行 非常不正确 不能说不能说